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蔡明堅 今天指數上漲十二點 成交量只有973億 那最近成交量越來越萎縮 我想大家都知道原因 因為中美貿易戰 現在大家在等結果 不過在等結果過程當中 我想請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現在做了什麼準備 你現在做什麼準備 對目前盤勢的一個 膠著的情況 我告訴你 做多了我會告訴你 不用擔心 這個地方未來一定會拉漲 放空會告訴你 趕快放空 但是我跟大家講 以現在的行情跟架構來看 你的想法真的不需要跟別人一樣 你的想法真的不需要跟別人一樣 就像巴菲特所說的 見解是不需要核群的 見解是不需要核群的 我不知道你在這個行情裡面 做了什麼準備 但是我們現在對未來的行情 做足了準備 而且我坦白告訴你 我告訴你我認為我會賺 我們會賺非常多錢 我們會賺非常多錢 不會有人敢這樣跟你講 來今天來到這裡對不對 沒有量 沒有量你要怎麼做 等 等沒有用 我告訴你 現在要先把兩種股票看好 兩種股票 就是你去看那個籌碼 現在籌碼跟散戶的變化 你要先抓對大主軸 再下去做你細項該怎麼做 兩檔股票給你參考 一檔2425 這2425就要陳情 今天創新高 最高43塊6 這個我們在LINE好友5月份 就已經公開跟LINE好友分享 在這裡 我們跟LINE好友分享 等等我再拿LINE給你看 今天講到這裡 另外一個是2049 兩檔股票給你參考 它從530塊跌到250 腰斬 昨天有大力多 昨天有大力多 今天 昨天所有買的全部套 好為什麼呢 來你看一下 為什麼2425會創新高 為什麼2049會下跌 你告訴我個原因 我覺得大部分人會說什麼 那個上癮 就是基本面很好 不知道為什麼下跌 那個陳企叫投機 好你除了這個之外 你還能夠講出什麼原因 好我問你 同樣一個行情 為什麼陳企創新高 為什麼2049買的所有都好 我告訴你 答案很簡單 這我先行都跟大家講過 這我先行都跟大家講過 上癮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他這個總股東人數是不是一直買進 可是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特務重買一直賣超 特務重買一直賣 你自己去想一個事情很詭異 你有沒有發現 總股東人數歷史新高 不過上癮的營收跟獲利都很好 他為什麼會天天跌 為什麼 來我給你看這叫2049 你先搞清楚狀況你再告訴我 你要什麼辦法想去賺錢 如果你連狀況都搞不清楚 你怎麼賺錢 來這叫上癮 我給你看 來這上癮 去年一整年賺9塊7 今年上半年賺9塊6 去年一整年才賺9塊7 上半年已經賺贏 去年一整年賺差不多 那營收創新高 那為什麼股價一直跌 你告訴我 獲利很好 營收很棒 為什麼股價一直跌 為什麼 一定有你不知道的事情 是不是有什麼事情你還不知道 不過人家卻知道 所以賞戶是看已經知道的事情 在買股票 你買了上癮 昨天有利多 你昨天買上癮的拳套 反觀 來這叫陳啟 陳啟到現在為止 總股東人數是不是一直減少 沒有人要買 總股東人數一直減少 那陳啟呢 接多少 接創新高 來你是我LINE還有打出來 就我節目上都跟大家講過 你LINE還有友 來來來 我是不是這5月份 跟大家分享 這5月8號 有沒有跟你講 既加維新股叫創新高 中國就是顯卡四占率第一名 主機板顯卡四占率 當時的陳啟才26塊多 我跟大家講說 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在這個地方2425 人家以38.9元入股 偷從馬賽馬進對不對 好 來我當時跟他講 你把LINE打出來就這樣 我把它印成橫的 趕下大樹必有把握 你看人家一直在買 好結果呢到現在還在買 來今天陳啟245 我跟你講這很重要 我今天不是叫你去追陳啟 也不是叫你去空2049 不是喔 我現在不是叫你去追陳啟 也不是叫你去空2049 都不是 我是告訴你說 你怎麼去抓到這個脈動 然後未來我告訴你怎麼做 來未來我告訴你怎麼做 來接下來這裡 成交的是900多億 這成交量很恐怖喔 恐怖在哪裡 我講給你聽喔 昨天成交了多少 1125億對不對 昨天成交1125億 這1125億裡面包含當沖 昨天華興科一檔股票 成交102億 當沖的比例是79% 我看一下 當時我看一下數據 這個這個很恐怖 就是來你把所有的算完之後 昨天華興科當沖比例78% 那昨天在華興科上面 當沖掉的成交量是79億 昨天在國劇當沖掉的 成交量是66億喔 66億遠是當沖掉 昨天成國劇成交 好像他69%是所謂當沖 那你把國劇跟華興科 跟那個2049上演加起來 昨天就三藍股票 當沖量多少 當沖量是不流昌的喔 當沖量不流昌的 一百六十幾億 我就給你扣掉三檔當沖的 成交量就已經不到1000億了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一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要買股票 你要他波段大漲 他有一個前提 你不能買完 馬上就賣掉 你馬上賣掉 他股票怎麼波段大漲 你懂我在跟你講什麼嗎 如果當沖金額 佔現在量縮的比例這麼高 那我請問你 你買什麼股票他會波段大漲 不太會有波段大漲股票 除非特別的個股 有人在索馬 不然所有股票都波段大漲 反而什麼 反而是有些股票會波段重挫 你會說老師 那我們等一下中美貿易戰 那我問你啊 中美貿易戰如果結束了 你手中有錢 你到時候再來買 政府會說不跟你買嗎 會加碼不會吧 那 那如果你現在買滿 買滿喔 拜託一下 求一下天 拜託一下 拜託給我漲 萬一沒有漲 那你不是輸死了 那真的到時間到的時候 你又沒得買 那你用哪一個 我告訴你 大部分的人都叫你趕快拚 對不對 每一個人都叫你拚啊 我昨天都跟你講說 我們沒有強短啊 你為什麼要強短 你現在當充量 當充量佔整個成交比重這麼重 所有的人都不留單 我告訴你啦 你昨天留國具了 今天賠錢 昨天2492 如果你進去強短了 你昨天沒充掉 今天賠錢 如果你去買這個 昨天沒充掉 今天賠錢啊 那什麼意思 根本就不會有波段行情 在中美貿易大戰沒有結束之前 那你要怎麼說 我跟大家講 會有波段大跌的股票 真的 你要買股票 我們都準備好 不會讓你失望 我反而現在 我對於這種股票 非常的有興趣 我請問大家一個問題 這個總股動人數 是不是歷史新高 是嗎 商務這麼捧場 今年上半年已經賺9塊多 去年已經賺9塊多 營收創下歷史新高 那為什麼它會一直跌 為什麼它會一直跌 老師獲利很好 營收很讚 都會暴跌 如果是這個呢 如果是這個呢 這個如果沒有跌方 我就不相信 這我就真的不相信 北比103倍 第二季賠0.52元 第一季加季 夜外 有賺錢 第一季第二季 跟去年第三季 第四季加起來 有賺錢 北比103倍 第二季賠0.52元 營收大幅度摔退 六月第二季的時候 營收還有六千萬 到七月份的時候 營收剩下三十一萬 三十一萬 內部人生爆轉讓 這我昨天跟大家講過了嘛 這是它的營收的趨勢圖 營收的趨勢圖 月營收的趨勢圖 現在七月份營收 是最 不是最下面這個柱 是後面這個 臉看都看不到這裡 臉看都看不到這裡 31萬 來 我昨天跟大家講 股價會隨著時間拉長而變低 昨天指數漲93天 今天不好意思喔 指數沒有漲沒有跌喔 盤中就跌6%多 收盤就在這裡 我告訴你 所有買的人都會很慘 六月份內部人持股 越減喔 比五月份大減24% 這數字非常恐怖 然後七月份公布營收 怕死人 三十一萬 六月營收還有一千多萬 五月營收還有兩千八 那去年一整年營收9.9億喔 去年一整年賺 營收是9.9億喔 營收9.9億虧錢 第二季營收 六千萬 虧0.52元 第七月份營收 三十一萬 三十一萬喔 你認為第三季會虧多少錢 內部人趕快吧 融資使用率44.6 對不對 來來來來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知道賞戶是怎麼賠錢的 賞戶都是這樣子的 不知情的 對不對 賞戶是歷史新高 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 你現在要避險要空這個 避險已經空下去 我只是擔心說 如果你財報出貨的時候 到底有多慘你知道嗎 一家上市櫃交易的人 他是上櫃的 營收居然可以三十一萬耶 你去賣個香雞排 搞不好一個月營收也有三十一萬了 小攤子而已喔 他月營收三十一萬 去年營收還九點九億 去年都賠錢了 第二季 第二季喔 營收剩下六千萬 賠零點五二 那七月八、九月 季報出來怎麼辦 我告訴你 一堆人在買 我就想不懂 對不對 閃戶是不是歷史新高 對嘛 我就跟你講 有些時候 你的想法跟別人不一樣 你真的想法要跟別人不一樣 這一檔很有名 過去是基優股 水股價一百多 第二季獲利三十萬台幣 至少還有賺沒有很慘 不過有賺錢又怎麼樣 漢訊今年第一季賺十塊 第二季賺零點三七 請問漢訊剩多少 如果你買進漢訊的 來吧 來吧 來 跌這麼深了 就彈這麼一咪咪啊 又彈這麼一點點啊 老師第一季賺十塊 也對 第二季賺零點三七 也對 也對 還套勞一缸子 還套勞一缸子的人 那你認為他會是多少錢 我在賴號上面也跟你分享 對不對 放心空 安心空 隨便空 慶菜康 未來會讓你看到很安心的數字 對不對 一百塊錢空下去 現在股價三位數 未來會不會三字頭 我不知道 我們當時跟你放空日月的時候 一百多日月跌到二十幾 對不對 來 八月二十跌到九十 這我空端絕對不會補 還要再加空 昨天反彈 是不是到九十二塊 昨天進場買的喔 昨天是反彈 是不是很多人告訴你 中美貿易大戰可能會有好結果 來 今天 指數沒有跌喔 又全套 來來來 又全部套勞了 來 已經跌很深了對不對 你昨天買進的 今天又全部套勞 我告訴你 沒有最低只有更低 真的 安心放空就對了 來回顧一下先前的危險 先前日月是怎麼空的 霸貴對不對 這隻跟它一模一樣的 有沒有看到 總股動作越來越多 你就放心空安心空就好 現在上位數 未來會不會三字頭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它股價三位數 第二季獲利零 幾乎零 這三十萬很少 很多人一個月就賺三十萬 他三個月才賺三十萬 對不對 營收獲利大幅度衰退 上半年第一季EPS 0.87 上半年也是0.87 請問下半年會多少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七月營收 四十個月新低 總股動作全部套牢 我請問你 漢遜賺十塊錢 這麼猛賺十塊錢 第二季賺0.37 他第二季賺0.37 他十塊對不對 十塊比他多吧 第二季也賺得比他多吧 他第一季賺0.87 第二季賺0 七月營收四十個月新低 總股動作全部套牢 來我問你 漢遜八十三元應該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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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二三十元算貴 真的算貴啊 現在賣你多少 現在賣你一百多 真的啦 真的我跟你講真的啦 你現在要想的一件事情是 未來有什麼股票 他很難 他很有可能會一直波段下跌 你現在先去找那種會波段下跌 選好 霸佔你的位置 霸佔你的位置 就像你在2049 你看 如果你霸佔你的位置 哇你跟他多開心 你尾他跌的 你看天天跌 管他什麼EPS多好 管他營收多好 都不好 他EPS已經很高了 今年上半年已經賺9塊了 對不對 去年才賺9塊喔 營收創立時間高 他都可以跌了 那我請問你 還有什麼利多會讓他漲 反著思考 我問你還有什麼利多 可以讓他漲 賺10塊都已經跌了 賺10塊都已經跌了 賺10塊都已經用450 跌到今天剩81了 對不對 你說未來會多少 這一支 對不對 你自己想嘛 過去有賺錢 未來賺不到錢 這是最恐怖的事情 過去有賺錢 未來賺不到錢 這是最恐怖的 我請問你 易通 之前多少錢 3452 3452 易通 現在3塊 之前1200 1200喔 62素素 現在10塊 之前1000 對不對 有什麼股票是一直 現在還很高 未來會很低 欸 有本事事先講 對不對 我跟他講這一支 中股東人數歷史新高 Turtle還一直講 這個是所有上市櫃公司裡面 減少比率 在上市上櫃裡面的冠軍 紅色的線 減少冠軍 那為什麼連續五個月減少 欸不對啊 他營收很好 利多很多啊 那為什麼人家要賣 欸 是不是你還不知道 對不對 禮拜一上漲 昨天指數 大漲93點 小蝶 今天 來 蹦蹦 你所有買的16套牢了 有來了喔 很奇怪喔 營收創新高 為什麼籌買要一直賣 表示這一些人是不知情的啊 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嗎 不然人家幹嘛賣 我舉例給大家看 我上半段 我剛剛跟大家舉例過了吧 你看城企 散戶你不敢買 對不對 城企接受創新高 我有沒有在賴好友裡面 五月份跟你分享 有 非常清楚 結果今天城企落差 創新高 那這上營呢 獲利營收都很好 散戶都看獲利營收 結果呢 全套 來喔 你看看 你哪一天買 你哪一天買有錢 沒有嘛 昨天有大力多 昨天大力多 你進去買今天的全套喔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做 不是說做多做空有問題 而是你要做多什麼股票 你要放空什麼股票 這個才是學問 不是做多做空的問題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做多很簡單 做空也很簡單 你把捐空的做空啊 你錢貸來的貸來的做多啊 問題是你買什麼 對不對 有誰能夠在五月份告訴你 有誰能夠在五月份跟你講成期 在LINE還有裡面公開跟你分享 我跟你講這麼清楚 有沒有 今天成期多少錢 我正在說二十六 今天四十三 對不對 那接下來呢 我認為 如果行情大震盪 我有非常大的信心 可以賺到非常多的錢 特別是如同我們規劃 如果先下再上 我們可能會賺到非常多錢 先放空 下來 補空單 反手做多 可能會賺非常非常多錢 不過你要先做好準備 歡迎見我們好友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集團再回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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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199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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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成交要剩九百多億 那如果你把當充的量扣掉 那成交要量是少得可憐 那為什麼要把當充量扣掉 因為你把當充量扣掉 代表什麼 代表這些人是做短線的 他只是在讀短線進出而已 那如果你不是買著抱著的話 那你股票怎麼波動大漲 你波動大漲 就是我今天買了 明天又有新的買盤 後天又有新的買盤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買了 今天就賣掉 明天買了明天就賣掉 你股票怎麼波動大漲 不會嘛 不會啊 那如果不會的話 你現在怎麼做 你要等到第一個變數過了 那變數過之前 你有沒有看到 我先前跟大家講的上癮 特殊從馬一直賣 中股動能數大增 上癮你有沒有看到 從五百跌到兩百七 你乘起我們五月份 在Line好友上面跟你分享 是不是總股動能數一事件 特殊從馬是不是賣 那所以你現在要去找 類似乘起的 不是叫你現在去買乘起喔 不是叫你現在去買乘起喔 不是喔 我是說五月份喔 標準二十六 對不對二十幾 這裡四二三 你找這個位置的 未來穩當的做多 類似這個 不是叫你買乘起真的 我是說未來 行情好的時候做多 那現在怎麼辦 你先去空這一種嘛 像漢訊這一種的 那個籌碼大衰退了 特殊籌碼一直在跑 叫你四百塊錢賣你不相信 今天剩下八十一了 真的 一堆人都在拆漢訊的第一點 我有市場上面告訴你 四百塊錢賣漢訊 我告訴你原因 因為人家做這一段 這一段不做 人家不做了你去買 今天的結果就是八十一 來回顧一下先前漢訊的位置 不然另外一講 換漢訊好不好 好你看 來看一下 這一段是人家在買嘛 所以籌碼是在買 新你可以買 好四百零二塊 這是四百零二塊錢的箭頭 哇 大賣對不對 大賣 為什麼大賣 就是這樣子啊 這一段做 這一段不做 對不對 好 這不是現在才跟你講 這當下就出來了 四百零二 掉下來 這也是綠的 下面叫特殊籌碼 上面是比較短線的 然後如果籌碼都翻空的話 兩個都空 兩個多紅你可以做多 兩個都綠你可以做空 那這個很簡單一個事情就是說 其實如果你看籌碼 它可以給你一個很客觀的角度 假設你在做漢訊 假設你在做漢訊 你至少知道好像籌碼在跑 你至少也給自己一個比較客觀的參考 一句嘛 對不對 至少你也知道籌碼在跑 對嗎 真的啦 今天漢訊剩下八十億 沒有人會相信 因為大家都散戶 大家都散戶啊 第一季賺十塊耶 第一季賺十塊如何 如果你接下來賠錢到明年 誰會記得你今年第一季賺十塊 對不對 假設你接下來賠錢 那到明年的時候 誰會記得你今年第一季賺十塊 誰記得 對不對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漢訊抵到這個地方合理啊 還會再抵啊 難道不是嗎 明年之後誰會記得你今年第一季賺十塊 誰理你啊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這檔股票未來大家會記得什麼 未來會 大家會記得它第三季以後大賠錢啊 明年你看到的時候 今年賠錢啊 誰會在乎你過去股價多少錢 我只知道一直在賠錢啊 不過散戶呢 散戶就一直買啊 對不對 我就跟你講說 我在LINE好友上面分享過 一百塊給他扛而已 對不對 比以前十塊 絕對不能回補喔 昨天談起來 去買的人 今天全部中獎 全部到了 真的啦 我們有新的股票 這一檔XXX3 第二季賠0.52元 營收大幅度的衰退 衰退的幅度叫做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的 昨天還 昨天指數長 他今天 內部人 六月份大減持股 內部人 他持股趕快把它賣掉 結果七月份營收 31萬喔 31萬 融資使用力44.6% 來來來 這一檔 這一家公司 來十年沒有配過股息 十年沒有配過股息 最近五年全部都賠錢 營收是這樣子的跌 這個財報如果出來 會嚇死人 你認為股價會上天嗎 還是會跳空鎖死 你現在怎麼做 趁你空得到的時候 趕快空 對不對 你還管他怎麼 中美貿易大戰 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你趕快空 跳下去你就沒有了 也提分享 隱藏擺口袋名單 我歡迎家我們好友 祝你明天 炒作順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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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